香港回归祖国25年来 驻香港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 认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 出色完成以旅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 特别是面对近年来香港局势深刻复杂变化 驻香港部队有力服务中央治港工作大局 在实现香港由乱到治的转折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隔五年习主席再次视察驻香港部队 并对驻香港部队给予充分肯定 令全体官兵倍感光荣 深受鼓舞 每次执行巡航任务 看着祖国的东方之珠越发璀璨夺目 使命感 责任感油然而生 事实证明一国两制的根基更加牢固 前景更加光明 我们要听从习主席指挥 坚决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根本之道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坚决扛起如山使命 发挥定海深针作用 距离打赢不如使命 绝不辜负习主席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 香港正处在油质吉星的关键时期 驻香港部队任务繁重 责任重大 统帅的关怀 殷切的嘱托 温暖着驻香港部队全体官兵的心 官兵们纷纷表示 要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要求 认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 驻军法 坚决听党指挥 举力备战打赢 严格遵纪守法 真诚爱港亲民 在强军兴军征程中 谱写驻军发展新篇章 习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阴阴嘱托 春风话语般温暖着每一名官兵 也激荡起我们始至奋斗强军 建功驻军的好情 我们将更加坚定维护核心 听党指挥 坚决做到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豪江之盼练兵正憨 驻澳门部队官兵在训练结束后 深入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同样在一国两制条件下 驻防的部队 我们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把忠诚维护核心 使之奋斗强军 聚焦到锻造过瘾精兵 有效履行防务的使命任务上 不负习主席嘱托 继续做党和人民放心 澳门同胞信赖的忠诚卫士 香港回归祖国的25年 是驻香港部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25年 曾在驻香港部队服役的中部战区空军地岛牟旅营长张四超 在学习讨论中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历 引导官兵强化忧患意识 加紧练兵备战 祖国的繁荣昌盛 需要一支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 我们必须保持 全时代战 随时能战的高度戒备 紧握手中力剑 努力练墙 打仗门领 加强部队全面建设 提高旅行使命能力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为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行稳支援 做出更大贡献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既是对驻香港部队官兵的殷切嘱托 也是对全军官兵的有力鞭策 广大官兵纷纷表示 一定牢记习主席嘱托 以奋斗奋进的姿态 扛起使命责任 在新征城取得新胜利 南昌舰作为海军新制作战力量的骨干中间 我们将始终忠诚维护核心 始至奋斗强军 紧盯强敌对手 练好圣战本领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作为驻守祖国东南沿海的两栖部队 我们要牢记主席嘱托 加紧推进军事训练 转型升级 加强多维感知 网链建用 协同打击 融合保障等专攻经验 用距离备战的实际行动 不断提高打赢能力 自觉把对党忠诚的信仰信念 转化为奋斗强军的不解动力 贯彻实战实训要求 炼强炼精军事本领 以实际行动 维护好首都安全和社会稳定 我们要在官兵中进一步把党的历史讲好 讲活 不断把学习热情 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解动力 练强指挥能力 练好战斗本领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